11月最后一天 11月30号 礼拜六 2024年 大家好 这是感恩节长假期的第三天了 好 川普当然是余佛荡漾 这个 讲了一点的 大家都说你当总统嘛 对他的一些评价也都还好 他们的交换团队啊 也是民意 百分之六七十什么的 可是川普他这个习惯就不改 他整个团队啊 就是说见不得批评他们的声音 或者讨论的声音 现在讨论最多的就是说 因为他 你可以感觉他文圈很厉害啊 就意思就是说我们这是个land slide 很多人也跟着讲啊 在选举人上 他是比较多 312比以前都要多很多 那七个州全赢嘛 所以有他可以吹嘘的 可是你他提名了很多 讲那点资格可能都有问题的 所以他在批评这个啊 连共和港里面的 53个参议员 他们要提名嘛 然后他就流行说 他可以来缺席任命啊 这个美国有些时候是这样子 可是一般的语言就说 这么重要的 尤其国防部长这些东西 你怎么能这样子的 所以呢 你看到一些报纸啊 当然很多这个支持川普的 都是不喜欢看这些大报纸的啊 这大报纸你不看 你得到的 这些都是有学会 你在那边写一些东西 有些是 决定是有一些误导 或怎么样的 可是这个问题是 非常值得讨论啊 就是说 这个美国总统 到底什么样大胜 什么叫mandate啊 就是人民授权 你可以做 做他的啊 这个洛杉矶时报 他你看他 不支持哈里斯 然后他对这个 还是写的这个文章 他就讲美国历史上的 什么各种的总统的 选票的各种差距 所以你假如是 从头到尾 从那个queency 阿旦什么叫 一直看下来了 美国总统有时候 图选票是没有过50%的 可能有第三档什么的 可是他叫 胜过他的主要对手的 这个margin 这个差距 可以看是说 你怎么样子 当你假如过了百分之六十 五六十 像那个以前有几位嘛 像那个罗斯福 小罗斯福啦 然后雷根那时候也 也类似的 连尼克森 大胜 高华德的时候 江森 那时候大胜 那个 不是 尼克森不是高华德 是 是另外一个 麦高文啊 那是民主党的 那那个 江森是胜 这个高华德 高华德是非常挤右 可是高华德的一派 现在都非常的 就是 百分之共和党得胜了 实际上现在的共和党 也不是那种共和党了 好 不管怎么样 他就这个统计嘛 所以 而且现在川普啊 本来他是过50% 现在算算算 真的是只有49.8左右啊 当然他 哈里斯呢 输他1.6%左右 1.5% 当然你 也赢了嘛 你看像那个小布希那时候 才赢了一点点 讲了一点 就是佛罗里达几票 基本上可以讲是 高尔就退让了 当你假要打 让美国分乱 不好意思嘛 以前一个例子 就是尼克森 他输给甘乃迪 也是那么一点点 甘乃迪票也没过半 就让你做嘛 结果甘乃迪 假如 他 他也很会宣传啊 他搞个古巴危机 好像是 非常勇敢 把俄国 苏联给打退了 实际上都是 台下有很多交易嘛 现在大家知道历史 就不觉得 他然后又被刺杀 所以在美国算是 很多人 他印象 他甘乃迪家族 也是非常 他还有弟弟 也被谋杀的 剩下爱德华 爱德华年轻的时候 这个生活习惯也不好 各种各样的任务 可是当一个参议员 很有分量 直到他去世 那现在他这个小甘乃迪 这个罗伯 就是他家老饿的 这个小孩 我在讲啊 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 有功勋嘛 所以你不要太过分 你当个总统啊 一个政治人物 真的是要折冲啊 就跟台湾 这个民党 他当了 也是没话讲 我们让你当 可是你就一意孤行啊 觉得自己 制造某种的假象 好像大家都支持你的东西 怎么样 台湾最好玩的 就是各种民调 就是只有百分之八 九十都要独立啊 什么的 实际上这不叫独立啊 就是说我不想被 专制的管啊 就这样子而已 然后就变成这个 所以这个东西 都是扯不清啊 可是选举嘛 就这么回事 你有什么办法啊 所以这是一个分析 然后呢 帮共和党辩护的 有一位华裔 很有意思啊 这个我常常看他 因为我喜欢看 礼拜天的评论 常常被邀请的 他叫Lani Chen啊 他是叫陈一 他的陈仁仪啊 应该是这个啊 我等一下 陈一 陈仁仪 这位才四十多岁 1978年生的啊 他来就帮忙辩护啊 他他讲话也很客气啊 他虽然是帮忙辩护 他不敢不讲他 Lanside 他是占的很大优势嘛 你看他七个州都赢了 这也是啊 所以这华裔很多次次 你讲这个 我们就觉得很中肯啊 你有你的看法 用一个比较婉转 而不是说 你们你看这些民主党的这个 怎么样 怎么样 恶劣啊 就是 所以这样子的意味 我非常认同 哎 就一看他简历啊 他还真的得到两党的喜欢啊 因为他这个从小就是天才型的啊 他在罗兰海长大的 爸爸妈妈是台湾移民啊 这个有人说台裔啊 他听说他讲台湾话 比讲国语还要好 那不管怎么样 大优党英文是更好嘛 然后现在 Stamp 没教书 那是很有成就的 而且 基本上他认为是 出将入相的一个人才 可是他上次在加州 不知道谁股东 他选一个 加州的控制人 好像就输了 加州的民主党 共产党是不太有希望啊 然后他又不太有知名度 我相信这样子了 我觉得他还是有钱 因为讲那一点 我们就需要这种比较中肯的 他在刚刚毕业之后啊 就被奥巴马啦 或者拜登都有任命他 做一些职务啊 所以就等于说 那时候也是因为共和党推荐嘛 人才不要埋目 所以这是共和党里面 我们华尼的一个 很不错的一个人啊 他现在就 他帮辩护 我就不会觉得 像那些谁便讲啊 川普就是神要 选他来领导我们美国的啊 我就觉得 哎呀 这是搞这个干什么啊 所以不管怎么样 这是特别介绍 我真是希望他再上一层 我还看很多讨论说 川普怎么没有选这些华尼 其实也不必那么挑啦 他里面也有黑人 也有什么 当比例决定是少啊 他那位胖胖的 那位另外一年轻人姓张的 啊 那个形象又不好 像这位胖胖胖保持得还不错 形象也不错啊 所以我就觉得蛮可惜的 就是当看以后啦 啊 这个再讲了 所以呢 像这篇文章里面就只讲啊 川普这种宣传战 好像他赢得不得了了 得到权力的信任的 像朗尼茜 朗尼茜就稍微缓和一点 说他赚优势 绝对没有话讲啊 可是你不要用这种方式 然后呢 所有这些说川普的票 只有49%不到一半啊 因为现在 大家喜欢拿这个题嘛 哎 这个 他的新的女发言人啊 你看那个也是年轻 不 就说fake news 这是事实嘛 这个你的票数是这样子啊 因为开头是领先 后来加州算出来 哎 居然他 而且他领先的 没有 本来以为是 呃 比西亚里那时候 胜大还多 一血前尺啊 他是增加了 这很了不起 很多人 听信他 交给他来办 可是你也不要这么 好像是不得了的嘛 所以那位女发言 我不看好他啊 虽然是金霸美女 那那个 川普有个关税战啊 呃 很多人都认为说 尤其加拿大跟墨西哥 你不要是 对中国大家还认 认可一点吗 因为比较 感觉上是相对 哎 这个盟国你都开刀 而且他们 贸易优惠是 你在任的时候 啊 隔了四年 你要把他给推翻 加25% 所以杜鲁罗尔 签你条要跑去 那边去跟他 呃 各种各样的 参会啦 总是觉得 要顾全大局嘛 可是他 他是说 哎 你们的两个国家 因为你们纵容 非法移民 我用这个 就是工具 可是你讲的 又不清不淑 就是说 大家就担心 你这个 真的是以后 美国的物价 是你答应的吗 他答应的 很多都决定 做不到啦 我希望他 更改政策 可能做得到 啊 这个 我们总不希望 美国这样 越来越坏啊 好吧 除了他 之外呢 民主党呢 也是寻求各种的 他的一些宾州的州长啦 密西根的啦 柳约的啦 每个人都各显神通啊 加州的啊 不管怎样啊 呃 有一位人 他就是画了个图 那是很好玩 有一个人 带领着这个 民主党走啊 我那时候 以为是寻常人啊 结果原来那篇文章 我现在回头去看啊 他是讲 一位哲学家 曾经写了一个 一本书啊 叫做这个 政治上书 就等于说 一个很公平的政治啊 就等于说 除了发展 大家有民权 还有就是 经济上要 能注重到这个 可是他也认可 当你很特殊的人 让人类特别有福利 你的经济状况 好一些 好很多 是没话 因为对人类整体 有叫你发明疫苗啦 这些网络明星 马斯克啊 我们是没话讲的啊 他对人类贡献这么大 所以那位人类叫Rawlett 已经过世了啊 那本书啊 应该有空可以看看 不过他的原则是 现在被民主党 都来运用啊 因为这个是 真的是蛮公平 蛮理想主义 有点天下围攻 可是他讲的一些 实际上 实行真的很困难啊 那现在你看 民主党这些新秀 哈迪斯当时 感觉上 有些报纸也批评他 也是跟这个有关啊 把他先打下来 人家就会上 这个政治里面的 骡脏事情 我们就不多讲了啊 好 小甘红尔迪啊 越来越多事情啊 表示他不时任啊 我觉得他这个 就像你说 川普除非是缺席任命 否则是很可能不过啊 因为共和党这些人 看到整体大事 也不能让川普这个难干 好 对补充点 那个以前啊 1830年 就有个杰克森 杰克森呢 那时候是 真的是压倒性的 他就认为他能够 做他要做的事 那时候有一个国家的银行 他就不准他 叫做第二 National Bank 我从来不晓得这个历史啊 这个财经上很好 他就把他扼杀了 所以美国一直到 很久以后才有一些 就是政府不搞银行 这种财经上 是我不是很了解 不过那个杰克森 他后来执行这个命令 迁徙印第安人 大家都知道 印第安人的血泪之死啊 之旅啊 那真的非常可怜 可是那时候是 美国民意支持啊 就跟那时候 美国排华 对华人的各种 就是说 民意会变成一个暴民民粹 就是要看 有智慧的人怎么领导啊 就我们现在这个 选出来的这位 我希望他真的是 他的目标 有点智慧啊 多找点这个 有能力的人 小甘乃迪呢 再讲回他 他在他自己用他的名 因为甘乃迪 大家都不得了啊 比如阿尔巴甘乃迪的小孩 然后到世界各地 要成立组织 反疫苗 反爱之病的治疗 什么 他反对很多很多 国际卫生组织 对他都很头痛 所以这是世界的 然后呢 川普当时有一个 药检局的委员 那个人我 最近很少看 以前常常看他上电视的 他也觉得他很担心 他们讲话都很客气啊 反对是反对 就用这种形式啊 所以我们得看下面的事情 好吧 世界上加沙的悲惨继续啊 那现在有个 我记得一个中央厨房 半年前是被打死了六七个 这是听说有两三个人 被这个以色列炮火打死了 所以你看到媒体啊 主流媒体的报道很少 我只有到半岛电台 或者是俄国那边 看到一些这些事情啊 你说这个是不是有偏颇 结果没有一个大报纸啊 应该忘记哪一个报纸 说叙利亚叛军啊 公路的重要城市 就是叙利亚最大 大家知道 阿萨特当时独裁者 他跟这些 这个欧美支持的这些人 在那边打仗 那他是俄国人支持啊 反正就是很复杂 这个消息 我在别的地方看不到 就看到这个 好像华盛顿邮报吧 类似的 说他们公路了 是不是公路了就被签灭了 可是他就变成一个新闻啊 所以你就看 哎呦 这个阿萨特可能鸡鸡可围啊 以色列当中 也是希望消灭阿萨特吗 就这样子的 那所以你说这个 那个大称叫安利普啊 反正我没查到多少人 听说是他们最大的神 那个都是 古代文化发源地啊 你看耶稣基督教什么的 在中东的地方 现在打成这个样子 多少古籍被摧毁了啊 好吧 世界潮流呢 有报道这个印尼 原来也跟韩国一样 要phobia啊 不不婚不育 他们这些人啊 访问他就讲了一个 他们的观点 他说我们自己都没有 品质的生活 我们有什么办法 能影响小孩 我相信世界 所有的年纪人都是这样子啊 你自己没办法 怎么样 当里面出类拔萃 这是讲普遍嘛 普遍人还不是那样子啊 好 看到这个 太平洋的一个什么TPP CPTPP 美国上岛的奥巴马那时候 希望能够围堵中国的一个经济团体 那美国那时候 川普那时候就退群了 变成日本号召 也组织起来四五年了 哎 这是大陆 那时候为围堵大陆的啊 中共 中国 他也加入 台湾也申请加入 那都三四年了 一直都不谈 今年是好像英国加入 很远的地方都加入了 可是呢 今天要谈别的国家 就不谈中国跟台湾了 这很有意思的啊 国际法院呢 他有些判决啊 呃 第一个啊 他本来要制裁蒙古嘛 因为蒙古接待普京 普丁是他们通缉的罪犯嘛 那这个蒙古申诉 他说不行 这个你违反 他要制裁蒙古啊 这看他怎么制裁 第二个呢 是这个 他要通袭内唐雅胡 啊 他们有人申请说 这个应该暂时解除 他们说我们 这个案子就这样子 还是要继续通缉啊 我们等着看 还看那个 虚拟破壁的一个 呃 一个 因为现在川普 主要是川普啊 现在涨了十万块 就B.com啊 他很多种 那这个联马斯克的一个 道 妒忌啊 他这个这个名字很奇怪 跟他政府们都一样 你就觉得真的是有点 半开玩笑的一个政府啊 那不管怎么样 他就讲啊 实际上这中国人以前 非常流行的 可是中国政府 觉得这不像一样 这个 因为讲那一点啊 像我的小孩 他们对这个都觉得 世界未来的趋势 因为大家都反政府嘛 所以中国又是政府权力很大 所以他们就压制这个啊 所以中国很多去 他们就搬场 连那个 很多人都是从那个 从中国 本来上海啊那边 就搬到美国 搬到加拿大 搬到加拿大比较容易啊 他就讲说 以前领先 现在是在落在美国的后面了 我不要说是 是祸是福啊 川普那时候在一个什么 田纳西一个大会 还说将来用这个叙利波 把美国的赤子给剪 给刷掉啊 真的很奇怪的事情 因为这个叙利波 货币啊 我觉得你可以开矿啊 那时候不是很多地方 一个黄皮的地方 他又要用很多电力 中国电力很便宜嘛 所以那时候开矿啊 用很多设备啊 又炒 美国就很多人反对 那时候在德州听说是 哎呀怎么那么吵啊 附近很远居民都反对 都都说这个有问题啊 而且讲了一点 所以就来生产这个货币 生产货币啊 这个里面有一些 他的翘子我也不晓得了 不过这是叙利货币 这些情侣 哎你看啊 像上次那位 有个香蕉很奇怪的话 那位被一个中国的叙利货币的 一个孙 加斯顶孙 他昨天找个实验公开 就把这个香蕉吃掉 吃掉六百万啊 真是有点笑话 实际上他就是做宣传嘛 世界都报道 他这个行为 花了六百 买一个奇怪的 一个一个实体化 可是他就说 哦原来搞叙利货币的 他呢也投资三千万 在川普的 川普成立一个叙利货币的 一个集团吧 投资在他的公司里面 所以你看看啊 现在川普上任 有没有人监督这个啊 我们不要说是有这种 就跟马斯克 都需要监督嘛 他不能够不让人家监督 美国以前是有的 现在希望继续有啊 呃中国呢 因为也年轻人很很困苦啊 以前就看到了 他们一个月只花个五百块钱 吃饭啊什么的 哎 英文媒体也报了啊 说这个这个年轻人 他们想办法 呃一个月 呃用七十块美金 讲了一点决定做得到吧 你吃泡面吃比较简单的 当然了主要就是质量会不会好 因为有时候你假如吃泡面 虽然很便宜 那个我们这边一天 一包才两三块就可以买到啊 你吃个一天两餐 呃六十餐 也不过两块钱 哎六十餐也要一百块啊 也不知道七十块 我不要的啊 他怎么样 或者一天吃一餐 你怎么样子啊 那不管怎么样 这个 我觉得啊 照你说是 我们那时候观念 就是人都很节省啊 我讲过亲生经验 就是感恩节目 我们几个 我们两个带着儿子 请我们去吃东西 他请啊 去一个叫做这个 河流的一个吃到饱的 现在啊 那一看 我们开头就讲说 他有两种嘛 一种三十二块 一个四十八块 我们就选 结果呢 因为他们要吃些 什么鲍鱼啊 什么 哎 还有一种特别汤 就必须要吃四十八块的 所以他们就换了 那时候我就说 我不要换啊 我还是吃 哎呦 三个人嘛 他们两个 怎么样 因为两个人做 我就在 哇 被反白眼啊 说我不合群啊 我就跟他们讲一句话 我要做自己啊 我不需要 不需要吃这个四十八块的 我又不 对河流 对鲍鱼 对大龙虾 又没兴趣 我就吃这个 就很棒了 结果我看他们 只是鲍鱼多吃了几个 那个河流也没叫几盘啊 哎呀 讲得太慢了 好 中国有个叫做 云养经济啊 就是在网络上 你可以任养一头牛啊 花五千块 然后呢 他有一些算法 就每个月寄钱 你的红利 到处还可以换算成钱 有个人就投资了三百万人民币嘛 结果后来呢 人家就说 这个没有了 给你多少斤的牛肉 他牛肉又卖不掉 所以就是个骗局啊 中国在呼吁大家不要去上当 德国呢 有一个华人啊 有工作 有什么名校毕业 听说是哈尔宾什么大学什么的 在德国做事 这新台的移民没有找房子干什么 他就想在小红柱各种样子 跟人家招到就带人家看房子 就把人家迷奸啊 下药啊什么的 听说连续做了四五次 终于抓到了 他也有太太 生活也很好 长得也很好 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啊 真的奇怪 还有一个德国现在炒菜啊 有一个三千人的食堂 我不要哪边啊 就用机器炒菜 实际上我自己以前在洛杉矶 有个他是有点噱头啊 主要是一个只是转而已啊 你把它呈出来还是要人工啊 并不是这个机器人送到你手上 最后讲一个 大陆现在在炒的一个叫擦边舞啊 因为有个叫吴柳芳的 他是中国体操界的 德国世界冠军的 可是呢 他不太信 因为他这种没有那么有名 工作也不怎么好 他最近几年去搞自媒体 他这本事也不少 好几万 不过在大陆几万人是小嘎啊 结果呢 他就每天穿的比较性感衣服在那边跳 擦边舞的意思就是说 没有违法 可是呢 有一点很性感 暴露一点 然后呢 另外一个体操 奥运冠军 这个他的后辈啊 他叫做管辰 管辰辰 我表他怎么样子 他就讲说 哎 姐姐啊 你不要 你跳什么是你的事啊 你不要把这个体操盖一个死盆子啊 哎呀 连亲人这么讲话都没有训练 这么难听啊 那这位人兄 这位也 也不客气的回对啊 所以两个人在网络上吵了一下 结果呢 这个吴的女士啊 感恩因此得利 啊 粉丝一下增加到两三 好几百万 不过呢 他的视频前几天就被禁了啊 很多都吓掉了啊 呃 不过这就是说中国以前 用力的培养这么多优秀的体育人员 顶尖的呃 工程名叫郎平啊 那些乒乓球 邓雅平啊 这些没话讲 那还有那么几 就像那么多人 他有一点成绩 又没有 他将来的生计 将来过日怎么样 那这位吴 他也是自己兴趣 讲那一点的 我们自由社会看真的没什么 可是居然也会批评啊 就像那位年轻人 居然这么僵硬的想法 硬是要说他 因为他在那边跳 当然是他把这金牌拿出来 说他以前也 体操得过冠军啊 那 就说 就认为他亵渎的这个啊 那我觉得 政府应该要做点事了 啊 就这样子 今天讲的太久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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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